杭州滨江区有个赞滨旺府 吕女士通过姚号获得了这个小区的购房资格 1月28号选房完成后 她交了5万块钱定金 当天下午 她在现场和银行沟通了办房贷的事情 被银行告知 如果买车位就能够办出贷款 不买车位就办不出贷款 然后我当天因为就是不想买车位 所以当天没有办出来贷款 开发商就已 我在没有规定的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房款 为由没收定金 然后第二天开发商把那个房子 卖给了其他客户 吕女士当时选中了小区九状的一套房子 在小区的售楼处能看到 九状和隔壁的十状 房源数和可受车位数量是一致的 车位成交价从22万到28万不等 吕女士觉得自己平时不开车 所以没有必要买车位 她给记者看了和销售的聊天记录 1月27号她提到了不买车位的事情 销售回复房子可以买 在现场那个环节设置的时候 也是这个通道是先要付完定金 然后才能够再进到里面去 咨询银行工作人员贷款的事情 银行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站在资产配置的角度建议你 因为你现在的资产只有流动资金 就是现金 建议你买电固定资产 比如车位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帮你去正经贷款 我的真信是没有问题的 小区的认购须知第二条写着 认购人应该在1月28号20点前 完成房源纸质认购协议的签订和首付款的缴纳 否则视为客户违约 定金不予退还 吕女士说 因为贷款没办下来 她就没有付首付 1月28号晚上 开发商杭州伟星星瑞之业有限公司 给吕女士发来了短信通知 说她已经构成违约 决定解除合同 没收定金 那天下午以及第二天 我其实一直有跟银行沟通 可不可以不买车位 就贷款 然后跟开发商沟通 就是能不能帮我 就是首付款贷款 这个事情延期 我觉得就是开发商 他们跟银行联合 然后在办贷款的这个环节 就是设置了障碍 现在就是想要开发商退回我定金 全额退回我定金 记者拨打了销售余女士的电话 是余女士吗 哪位 我这边是浙江电视台 188黄金的记者是 啊 就挂了 记者又拨打了开发商 一位周姓工作人员的电话 没有接通 记者给她发去了短信 晚些时候对方书面回复 吕女士没有及时支付首付 确实已经构成违约 项目的销售严格按照政府要求 车位购买 均属自愿 该房员如需销售 需公正地步 此前 吕女士已经向住建部门 反映过情况 得到的答复是 会由矛盾调解中心 组织调解 要不要扒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